欢迎来到分享沙龙的安息日的咖啡时光 我们知道五旬节快到了 就是5月16日的日落开始 那么犹太人是如何庆祝五旬节的呢 耶和华神有三个大的节期 愉悦节 五旬节和祝蓬节 我们刚刚过过愉悦节领受了愉悦节的晚餐 秋天的节日是祝蓬节 有七天是在房子外面只搭一个帐篷 在帐篷里面庆祝和纪念以色列百姓 在旷野四十年神的看顾和祝福 那么又如何来庆祝五旬节呢 希伯来文 也称七七节或者收割节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Pentecost 但它是希腊文 意思是Fifty 第五十天又称五旬节 从余悦节到五旬节 我们做个简单的一个回复 在尼三月的余悦节 神小益摩西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 过了七天的除孝节 神也小益摩西 叫以色列百姓数算俄美尔四十九天 到了西湾月的第六天 就是第五十天 在西湾月的第六天 就是Shavu 就是五旬节 也称收割节 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赐下陀拉 与以色列百姓礼约 那他们是有如何来庆祝五旬节呢 犹太人会吃奶制品 起司蛋糕 因为以色列人刚刚领受陀拉 还来不及准备kosher的肉类 就在收割节吃奶制品或者cheese蛋糕 吃奶制品表达神所赐下的陀拉 是像奶和蜜一样的甘甜 犹太人又会用花和绿色的纸布置房间和灰塘 因为他们认为陀拉 神的教导正如花散发出来的香气 每一句话都给他们带来生命的喜乐和满足 犹太人会通宵读图案 早晨会到会堂 诵读十诫 重新向神表明 会遵守他的诫命和教导 重申神所说的 我们都遵循 他们还会诵读路德记 路德的故事就发生在春季收割节 纪念路德是外邦女子 却对神的忠心和接受拓拉的教导 他后来成为大卫的祖母 据传统的说法 路德出生和过世的时间都在收割节 对于五旬节 我们最重要的领受就是 耶和华时救赎以色列百姓 离开埃及维奴之家 身体得着自由 他们在到达西乃山的旷野的路上 经历了红海分开 苦水变铁 磐石出水 天价玛纳 打败亚马尼人的神迹 又经历了49天的薯酸俄美尔 为的就是预备在第五十天 就是五旬节领受拓拉 神的教导和神与以色列百姓彼的缘 拓拉引导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从而要经历灵力的蜕变 转化和成熟 我们也许会问说 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要来遵行拓拉的教导吗 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 耶稣说 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除 而是成全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就是天地都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化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如果你不知道神是拓拉 敬请期待新的视频 从希伯来文探索拓拉的奥 安息日平安 愿神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